歡迎收看醫學大聯盟 讓我們為您解決生活大小是 聰明過生活 想要先請問大家一下 如果講到會威脅人類的 健康殺手 你們會想到哪些疾病 癌症 對 我忘記 我失智了 還有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這些 在1999年的時候 就已經被WHO列入了黑名單當中 但是還有一項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那就是 而且根據微福部統計 國人膝關節退化的腎型率 大約15% 也就是說有350萬人 飽受膝關節疼痛之苦 哇 比糖尿病還要注意 好高 58歲以上長者 每五個人當中就一個人 有退化性關節炎的問題 還有就是 研究指出 膝關節炎不再是老人家的專利 它有越來越年輕的趨勢 所以今天我們大家 就好好來討論一下 關節退化前會有哪些徵兆 我們平常又該如何保護自己的膝蓋 當然今天的優勝隊伍 一樣可以把精美好力帶回家 兩隊好好加油 首先介紹兩隊來賓 我永遠都對的 江振愷 短筋 我永遠都對 要以你就對的曾志豪 Peggy 我永遠都對 介紹我們的醫師專家群 急診科醫師 張士文醫師 部長 骨科部部長 吳嘉玲醫師 我永遠都對 營養師 漫漫營養師 大家好 好 到前請問一下大家 今天來賓都這麼年輕 有曾經受過什麼關節疼痛之苦嗎 我有 我小時候學溜冰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就還沒有很熟練 然後就溜很快 然後我就直接垂直坐到地上 然後我的椎間盤這個隊超痛 我下半身完全都罵掉 那不能開玩笑的 對 然後我晚上去看醫生之後 就說我 就這樣撞一下 我椎間盤就突出了 後來是去看那個 就是很傳統的那種醫生 然後他是要從肛門裡面 就是把你的尾椎 就是口出來 好痛 有的人打噴嚏 就追尖盤突出了 真的 真的 你所以 好 像我 我去年真的有真的受傷 因為鏡頭可以戴一下 我這顆手指頭 我去年打破壁球的時候 整個斷掉 就往後翻 因為就剛好一顆球 然後丟過來 我要去接 然後就一球 整個斷掉 然後我直接就受 那不是吃蘿蔔 那是切蘿蔔了 那已經是醃蘿蔔了 有打一根鋼丁 從這裡面插進去到了 好像十大褲型 十大褲 天啊 Peggy呢 我也有過 我是國小的時候 全班被老師處罰 要青蛙跳超長 然後就跳了大概五圈 然後隔天起床就軟腳 然後那時候坐在三樓 要下去二樓的時候 我就整個軟腳 然後就從三樓 咕咕咕咕 然後就溜滑梯 然後就是整個傷到尾椎 復健滿久 然後那個時候 大家都買 痔瘡座的那種坐墊 氣墊那個坐墊 對 中間要空的 真的是很辛苦 好 大家都很有感 對不對 我們就馬上來進行 我們的百人命調搶答題 好 請問 哪些徵兆代表你 準備要卡關了呢 而在百人命調中的前五名 有哪些會上榜 你上榜 GO 對 對 在節奏才對 我來節目很少按五到零的 膝蓋發出咔咔聲 對 膝蓋發出咔咔聲 咔咔的感覺 你自己有這樣 你手指頭會發出咔咔聲嗎 聽一看 我只有脖子 有時候會要咔咔一下 是真的 是真的有 所以你的答案是 膝蓋發出咔咔聲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榜 答錯了 我們請到吳嘉玲醫師 我常跟病人講 膝蓋有聲音是沒有關係的 其實很多時候 是因為有一個皺臂的情況 或者是說有軟骨損傷 其實我們現在常常碰到 有一些病人 常常喜歡蹲跪 還有常常上下樓梯 很多人譬如說 你久坐站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膝蓋一陣酸軟 這個時候你就要小心了 很有可能就是所謂的 病骨骨骨關節炎 這塊骨頭常常都被大家忽略 現在尤其大家喜歡運動 喜歡做深蹲 對 常常喜歡做一些 跑跳的運動 常常都會傷到這個病骨 傷到這個病骨 就會容易產生膝蓋周圍的疼痛 我們有時候稱它叫做前膝疼痛 前膝疼痛 就是你的疼痛的部位 比較會在膝關節的前方 這個實際上 大家還是要小心這個狀況 剛剛醫生講的是 那個運動的關係 我媽媽以前是乘衣場的員工 以前縫刃不是右腳 都要一直踩嗎 對 踩那個縫槍機 對 縫刃 評測考課 對 她就車了30年 後來就是她退休完之後 她的右腳 膝關節裡面的 半月軟骨組織是沒有的 所以她必須要靠一些 肌耐力的訓練 或者打一些關節炎 或者是一些關節液把它撐起來 職業病 會嚴重到右腳萎縮 肌肉不夠 因為痛 對 然後她走路就會變成 是用左腳去代償 所以左腳又不太一樣 好好孝順媽媽 但有時候在我們練舞 就是老師可能有拍那種 蹲下的動作 然後就會聽到 舞蹈教師就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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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請教他 太誇張了 剛剛講到我媽媽的部分 她怎麼樣去發現這個退化性的關節炎 就是從它坐著開始 屁股會有一種會痛 會痠 會麻 其實它退化 其實不只是只有膝蓋 下肢從髖關節 膝關節 到懷關節 它是一整體的 所以應該是臀部的發麻疼痛 媽媽的切身之痛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 恭喜答對 你請到很帥的張醫師 臀部疼痛 可能是髖關節的骨關節炎 一個很重要的症狀 剛剛我們有講到膝蓋 膝蓋如果出問題 你大概很容易就可以知道 這個大概就是膝蓋的問題 可是髖關節不一樣 髖關節是連結身體跟腿的大關節 它如果說有問題的話 因為它被很多的肌肉繞在一起 它旁邊包了一堆肌肉 你看後面有臀大肌 前面有絲頭肌 如果說它受傷的話 它表現反而是 可能是其他症狀會讓你誤會 哪些症狀 第一個 屬膝痛 我屬膝的話 男生可能會覺得淡淡 或是其他的原因 第二個就是這一講的 臀部痛 臀部痛你可能以為 可能就肌肉拉傷 你可能不會想到 是裡面的關節出問題 所以說因為這些症狀 你容易誤會髖關節的關節炎 容易延誤就醫 剛剛Terry講到 就是說媽媽坐著痛 其實髖關節炎 最容易痛的時候 是坐著要站起來那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 他年紀跟我差不多 大概40出頭 他這個人的生活習慣 非常愛喝酒 而且喝了酒都挑那種烈的來喝 像威士忌 高粱酒 它造成髖關節的一個血管 壞死 所以是髖關節的壞死之後 造成了髖關節炎 骨骨頭是髖關節的一個 重要成分 它壞掉造成整個關節發炎 造成沒辦法走路 要去換關節 其實我們常常講 很年輕 換人工關節 只有兩種狀況 一個是運動傷害 運動傷害造成髖關節周圍的 軟骨損傷 會讓你提早發生 退化性的關節炎 第二個 我們在台灣常見的 有另外兩個族群 一個就是吃類固醇的病人 吃類固醇跟喝酒 都同樣會造成血管的問題 就造成骨骨頭的壞死 這個也是我們平常在臨床上 幫很年輕的病人 患人工關節的兩大族群 所以大家要是有 長期喝酒 喝烈酒 每天一瓶 你喝了15年以上 你就很有可能會提早 來做人工關節的治患 醫生 我先掛 醫生自豪 我先掛 那個不只關節 那肝臟都有問題了 真的 對 肝膽腸胃 不要 不要這樣喝 太可怕了 吳醫師講到的運動傷害 我的大學同學 因為我體育系 有一個同學 他是從小1 7歲 他就是跆拳道開始練習 後來就是一直當選手 到出國比賽 他從7歲踢到27歲 踢了20年 天啊 27歲還很年輕 到27歲玩的時候 為什麼到27歲 他會停止這件事情呢 因為發現髖關節不舒服的時候 他30歲的時候 就把兩邊的髖關節 換成人工了 好厲害 30歲而已 好年輕 30歲就換掉 而且是一換就換兩邊 大家說 你有在運動 怎麼可能會退化 就跌倒退化了 剛剛有聽到Terry跟他分享 媽媽的問題 我媽媽也是 他只要走太久 穿比較硬的鞋地 或是在比較硬的地板 坐很久的話 他的屁股都會很不舒服 都要請我把他推拿 後來去檢查 他說是離狀肌也有問題 我是右側離狀肌 真的 離狀肌痛起來 我跟你講 不要開玩笑了 那個是連坐跟站跟躺 都會有問題的 而且我那時候 痛到打止痛針的時候 它的針大概有這麼長 只有哪一塊 妳來後面 妳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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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叫她老婆說妳來後面 我來後面 我們來就有前面的 這個地方 對 上了這個地方 然後是很深層的地方 那在那邊真的不行安 你躺下坐著什麼都會 都會影響 會壓倒 我們今天也透過節目的討論 讓大家檢視一下 自己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有這樣的狀況 趕快找吳醫師好不好 請搶答 這又是 又是我 太厲害了吧 這題我就是幫短筋講的 為什麼 她剛剛就有講到 她整個啦啦隊一整天跳下來 就覺得膝蓋有點痛對不對 我是猜就是 你在一整天在久站組 可能像甲綺一樣 站一整天 或者是跪節 或者是空節 站一點 整天下來會 膝蓋會覺得有點熱 然後有點腫脹的感覺 真的 那就是一個徵兆了 這個單有沒有上法 好 恭喜各位 可以 我們請到美麗的慢慢養師 像紅腫熱痛的狀況 其實就是很標準發炎的情況 如果說是過度使用 有可能是滑囊炎 不過另外還有兩種常見的狀況 一個是痛風 痛風的時候一樣也會紅腫脹 然後還有就是退化性關節炎 因為像我媽媽本身就是 退化性關節炎 她大概55歲就有症狀了 然後她一開始是 她有一天她去跑銀行 然後站了整天 然後她一回家之後 她的膝蓋就變成一邊大一邊小 對 然後變得很腫大的那一邊 就一摸起來 真的就是熱熱的 而且也紅紅的 然後我隔天就帶她去看骨科 然後一照S光發現 她的軟骨其實都磨損了 這其實就是很標準 退化性關節炎 而且因為在發炎的狀況 它其實很容易 關節炎的地方會積很多的 會積水 就開始 大概抽了50cc出來 好痛喔 因為那個積水在那邊 其實它走路都很困難 那個會非常痛 那以現在的統計來說 女性發生退化性關節炎 大概人數是 為何 因為女生去目前是發現 可能是因為做比較多的家務 因為我們常常會蹲 或者是可能跪著擦地板 對 或者是整理櫥櫃 下方櫥櫃就是會蹲著 像蹲或跪這種動作 我們的膝蓋要承受很大的重量 膝蓋要承受的重量大約是 我們體重的5到7倍 對 所以說其實像乙這樣重的情況 我們最好是可以避免 蹲跟跪的動作 如果我們要預防或治療 退化性關節炎的話 有三個很重要的要點 跟大家分享 第一件事情是一定要控制體重 因為體重超標的情況 是很容易會讓 退化性關節炎提早發生的 是 因為目前的研究也有發現 BMI如果是大於24的 女性來說的話 如果它可以減少 兩個單位的BMI 它的退化性關節炎 是可以下降50%的 對 風險可以下降 再來就是說 丹麥有做過研究 他們讓一群退化性關節炎的患者 讓它減重 平均減了6公斤之後 它的疼痛症狀就會緩解 再來第二件事情 是生活習慣要調整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蹲或跪要避免 所以如果我們要 比如說整體下方的櫥櫃 我們可以拿一個小凳子做 對 不要蹲著或跪著 那第二件事情是 不要提重物 就是盡量要少提重物 妳說這些對媽媽們來講 真的太難了 對 就買菜 對 神力女超人 妳怎麼會只能買一顆雞蛋 會建議媽媽拖那個買菜車 對 買菜車 真的是改成 我媽媽覺得那不時尚 找一台時尚的買菜車 改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然後再來第三件事情 是上下樓梯的時候 最好是抓著扶手 不要單純地要 用自己的膝蓋去承擔 然後盡量要走得輕一點 慢一點 最好是走出沒有聲音的步伐 然後再來第三點 很重要 但是因為會泄體 所以我先不講 我媽媽營養師 果然是冰雪聰明 剛剛為什麼媽媽營養師講 我特別有感覺 膝蓋抽積水 滑囊鹽 天啊 對 妳媽媽是抽5CC 50 50 我右腳抽了 而且我還抽了兩次 然後左腳再上一次 你膝蓋這麼大容量 對 真的 而且那種起來 真的會很像一個 那個什麼護膝的那個饅頭 對 很大 真的 就是一顆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我前年那時候 運動風氣很盛行的時候 我一天教的有氧課 將近到七堂 天啊 對 七堂 我一堂的平均步數 大概是6公里的平均步數 那你七堂課 等於是將近一個全馬 好可怕 我那個時候一個禮拜 然後每天 沒有 我那時候是一個禮拜 差不多都有21堂課 等於是我一個禮拜 跑了三次的馬拉松 天啊 一個月跑了12次的馬拉松 然後那時候 那拿受得了 對 那時候 就是一下課都覺得奇怪 怎麼裡面有液狀 然後摸得很燙 然後結果去給醫生看 醫生就不用 他說不用懷疑了 裡面有很多水 一抽兩管出來 藏藏的 真的 對 滿滿的 真的很辛苦 各堂各業都不一樣的辛苦 去一下檔 一變天那個腳踝就會變腫 就是天氣在變壞的時候 Peggy同意這個答案嗎 滿同意的 因為像我們練舞 有時候會有一些運動傷害 是 不管是腳踝或膝蓋 就一樣是變天的時候 會覺得 天啊 好酸 然後隔天起來的時候 真的變天了 就是膝蓋會比那個 氣象預報還要靈敏 好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榜 答對了 請到吳醫師 其實我常跟病人開玩笑就是說 外面還在出太陽 明天這個低氣要變天了 低氣要來你的時候 你就有感覺了 實際上這個都是你 所以說未來要是大家天氣冷了 或者是要變天的時候 你開始感覺你的關節 開始有腫脹感 你就要小心了 剛剛談到這個懷關節 實際上我們慢慢發覺 越來越多人的懷關節 也是有問題 除了剛剛講的髖關節 膝關節以外 懷關節常常被忽略到 因為大家腦海裡面 只有腳踝扭傷 沒有所謂懷關節 退化性關節的選項 實際上我常跟患者講說 當你一個扭傷 你要是一個月到兩個月 你經過各種方式的治療以後 你還是有疼痛的問題 甚至你常常兩隻腳一比較 你就發現你的兩個腳踝的 外觀上就是不太一樣 我建議還是要就醫 當然就醫我們可以做一些 S光的檢查 另外一個假如真的檢查不出來 我們有時候會幫病人做 核食共振的檢查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裡面 有沒有軟骨的損傷 有沒有韌帶的受傷 那我們就可以接下來 做進一步的治療 每次聊這個話題 全身關節都不太 我剛才覺得好像腳踝斷斷 腳踝 膝蓋什麼的 好不舒服 有點隱隱作痛 聽我醫生專業的回答 就覺得我是有哪裡的動員 因為我岳父他住在 新竹兼石江山上的部落 因為那時候山上部落 就是日夜的溫差很大 然後有時候又 它又比較容易潮濕 對 因為我的岳父他本身 他又有痛風的遺傳 所以他又痛風 然後又退化性關節炎 又風刺性關節炎 所以我們那時候 每次要回去的時候 明明就出太陽 他說明天會變天 我說爸不會吧 我膝蓋告訴我了 好可愛 真幽默 膝蓋有講明天會變天 我穿點衣服 大概20度 對 妳真的很準 可是她真的痛起來真的是 我看她連走路都很辛苦 真的 對 很多老人家都在承受這樣子的辛苦 請搶到 搶到了 這怪我搶到了 你都可以搶到了 等一下 怎麼搞的 好像得到總冠軍贏了 我還覺得我都冒手汗 我一直搶不到 妳要打了一個三分拳也打一樣 因為我們常常會穿短裙 然後在球場的時候 就是會很多球迷拍我們 所以我們坐下來的時候都會 不是 就是 拍短裙 拍照 妳這樣 真的 所以妳常常膝蓋疼痛嗎 不是 因為各個角度 就不同角度拍照 所以我們為了 所以妳把短裙跟拍照 可以連在一起 不是 不是 因為我們怕走光 所以我都會翹腳 就是這樣子腳勾起來 對 所以就是我有O型腿 因為常常要翹腳 是不是 所以我猜應該是 就是 O型腿 所以妳是長大以後才有O型腿的 小時候沒有 小時候沒有 O型腿 這個答案會是今天最高分的答案嗎 真的 對 來 我們請到 褲子內外宣 張醫師 我們的大腿跟小腿的骨頭 它其實不是一直線 它其實稍微有一個角度 叫15度 這個是人體最自然的角度 你想像一下 你在立正站好 立正站好就是你的雙腳並龍 是 站直 與肩同寬 那個時候 不要與肩同寬 要並龍 要並龍 那個時候你的兩邊的膝蓋 是微微地碰觸 對 這個是最自然的 那你如果站的話 有O型腿的人 這個姿勢站的話 它兩邊的膝蓋也是碰不起來 你就是你會發現 兩邊的膝蓋稍微往外跑 這個醫學上叫 它是膝蓋兩邊內部的骨頭 比較靠近 這是X型 可是它外面看起來會是O型 你想想看這樣子之後 兩邊內側的骨頭會靠近 對 它大部分是 因為一些骨頭的發育 沒有完成 所以說小孩子在5歲以前 經常都是O型腿 它過了5歲之後 看一下那個 看自己的小朋友 對 豆仔的話 過了5歲 它的那個腳會漸漸地直 O型腿會漸漸地直 這個是自然的 所以其實5歲以前 不用太擔心對不對 5歲以前不用太擔心 我姐姐就是因為小時候 我媽看到她O型腿 然後她就是老大 我媽就在她睡覺的時候 想說女生的O型腿怎麼看 就把她兩個膝蓋綁在一起 結果長大變X 最好小心 因為它 它侷限到它的髖關節 當然O型腿5歲以後 會慢慢地好 除非說你長期的姿勢不良 或者是說有一些發育的問題 有一個先天性疾病 叫做所謂的 那種也很容易O型腿 它不但長不高 看起來也是O型的 不管是O型 X型腿 都是膝關節炎的 重要的危險因子 因為它會讓你的膝關節 受力不平均 久了就更容易磨損 變成關節炎這樣子 那真的是要好好注意 所以我們今天 百人名調的選項都已經出來了 透過剛剛的討論 相信大家也可以自我檢測一下 有沒有這些症狀 有的話要盡早去檢查 是 接下來我們也看一看 一般的街訪民眾 對於卡關人生有哪些看法 我們請看VCR 請問哪些徵兆 將代表你準備卡關了呢 我覺得是 一變天腳踝就會變腫 因為老人家常常說 一變天腳踝會痛 就好像氣象台一樣 有時候蹲下的時候起來 然後膝蓋就會 因為我是一個運動員 所以每次跑太長的時候 我的關節就會痛 特別是走樓梯 因為我們體能要跑樓梯 就會很痛 我覺得這是卡關的現象吧 我覺得是變O型腿 可能前一天站久 然後膝蓋就會有點不舒服 熱熱的 我的膝蓋常常發出卡卡聲 我也覺得是因為這樣膝蓋 感覺很不好 我可能做久會臀部發麻 然後或是不舒服 我前一天有參加馬拉松活動 或者是跑步的時候 隔天起來膝蓋會不舒服 我覺得應該是 膝蓋會漸漸地開始有過熱的反應 我老婆生完小孩子之後 一變天腳踝就容易變腫 運動的時候膝蓋會有卡卡聲 以前有受過的 現在一變天腳還就會痛 應該是擦行腿吧 感覺就是姿勢很不良 關節特別不好 就是我坐太久 坐姿不良的時候 臀部會不太舒服 前一天走路走太久 對 然後很容易 膝蓋跟腳底都會痠痛 走路膝蓋會有卡卡聲 平常有時候走路走久 就會有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是變天腳就會腫起來 我有一個跳舞的朋友 只要一變天腳 就會腫得跟蜜菇一樣 我阿嬤之前有骨質疏鬆症 後來得了退化性關節炎 所以我想請問 剛剛有民眾提到 有骨質疏鬆症 就會有退化性關節炎 這是真的嗎 請問一下 歐醫師 實際上 退化性關節炎 跟骨質疏鬆症是兩件事情 退化性關節炎是你的軟骨損傷 造成的退化 骨質疏鬆症 實際上就是你的鈣質流失 造成你的骨頭的硬度下降 就會產生了骨質疏鬆症 所以兩件事情是不相關的 當然目前有一些研究指出 也許未來會證實 也許兩個有某種程度上的關係 但是以目前來講 我們還是不同的方式來處理 骨質疏鬆症跟退化性關節炎 是 這個階段我們 五個答案都已經出來了 哪些症照代表我們準備卡關了呢 大家也看一下 變O型腿或X型腿 一變天腳踏就腫 臀部疼痛發麻 一整天下來 膝蓋感覺微微熱熱的 或者是膝蓋發出咔咔聲 有以下症狀請找吳醫師 要怎麼找吳醫師呢 請上醫學大檸檬粉絲 好的 這個接鎖要恭喜 要贏你就對得到35分 好 我有很多對得到65分 沒事 離我們今天的精美好禮 你們靠得比較近 可以投三顆 三 你們只能投一顆球 沒關係 下個階段繼續努力 好 對於我們今天節目內容 有任何的疑問 歡迎上醫學大檸檬粉絲頁 我們會提供給大家 更完整的健康資訊 好了 我們要繼續來搶分了 接下來要進行 這個階段 除了按鈴要快 答題要精準 好 只要答錯就是送分給對方 好 好 第一題請問 只要置換人工關節 就可以永遠免除關節炎之苦 Yes or no 請教導 真的成功了 妳按到了 總關節 那妳知道答案嗎 所以太可愛了 我覺得 我覺得換人工關節 永遠可以免除的話 會太好了 這樣就太好了 我是覺得這樣 太好了 醫生不好賺 太好了 像別人的頭腦 對 我覺得是NO 覺得是NO 我覺得是NO 好 兩個都這樣認為嗎 對 NO OK 他們的答案是NO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答對了 來 請到吳醫師 人工關節的置換 其實是我們關節炎 最嚴重時候來做的 一個手術的方式 我常跟病人講的 畢竟叫做人工關節 它就是一個假關節 對 它就是跟你的原始 就是不一樣 所以根據統計 人工關節置換了以後 大概有10%到15%的病人 實際上它是會產生 各種不同的不適感 有的人就會覺得 怪怪的 有的人覺得卡卡的 有的人又覺得有聲音 但是這些都是我們人工關節 做完的 有可能會產生的狀況 所以說實際上 我們常常在跟患者宣導 當你膝關節不舒服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及早就醫 你不要等到一直拖 拖到最後來 醫生跟你說 你只能做人工關節置換 這個時候 你就沒有其他的選擇 所以我們還是在這邊呼籲 當你膝關節有不舒服 當你在早期關節炎的時候 實際上我們是可以 藉由其他的各種不同的方式 來讓你的膝關節 在延長他使用的壽命 剛剛這次有提到 就是關於人工關節 是不是真的一輩子可以 換一次 實際上 所以實際上人工關節 我常跟病人講 你平均人工關節的使用就是 當你過了15年之後 你有可能就要換第二次 因為現在大家的年齡都很長壽 90歲 100歲的病人很多 那有得換了 對 所以 換三餐 所以我就會希望 我們每天在做的工作 就是希望努力把病人 能夠換人工關節的時間往後延 希望每個人一輩子 換一次人工關節就好 不要再做第二次的自換 因為第二次的自換 就沒有第一次的效果來得好 那文醫師 我們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延後去換人工關節的方式呢 對 剛剛這一次有提到 我們會有一些O型腿或X型腿 對 當你內側你的關節軟骨受傷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O型腿 當你今天你的膝關節的 外側的軟骨退化掉的時候 或受傷以後 你就會變成X型腿 當然在你還沒有到 骨頭跟骨頭中間 靠在一起的時候 還在我們所謂的 初期的關節炎的時候 但是你一直反覆在積水 一直疼痛 這個時候 我們常常 我常常跟病人講 你的房子已經歪了 所以你今天你不把房子 把它扶正 你的膝關節你是不會舒服 而且你這些積水疼痛 是不會改善的 所以說現在 像是我們來針對比較多的 就是所謂的O型腿 為什麼 我們人體的體重走下來 通過膝關節 一般會通過膝蓋的中心點 但是大部分的人 都會有一點點偏內 所以大家可以在路上看到 我們的老人家退化了以後 實際上都是有點O型腿 為什麼 因為你的內側磨損都會比較多 所以在有一些患者 它還沒有到骨頭 跟骨頭接觸的時候 還沒有在要換人工關節之前 我們現在做了很多的 所謂的 什麼叫保溪手術 就是說當你剛剛講的 已經變了O型腿了 我們就 你開完刀 腳就會很直 很漂亮 就跟剛剛主持人一樣 腳就很直了 所以說 這個怎麼做呢 實際上我們現在就是會 當你一個關節軟骨受傷了以後 你的就變成一個O型腿 我們就會在你骨頭上 開一個小的縫 把你骨頭撐開 你原來的O型腿 在我們骨頭撐開了以後 我們再打上一個骨板 你的腳就會變直了 你的壓力本來是 集中在膝關節的內側 就會把你的壓力 為什麼 因為你原來O型腿 內側都沒有使用 所以我們現在 把你外側這邊 被你保留起來的部分 就可以再延長你關節的壽命 以前做這個手術 實際上有準確度的問題 實際上我們現在常常會使用 所謂的3D列印 就是在手術前 我已經告訴你 你要矯正幾度 你要怎麼做 我們都可以告訴你 我們來的 開刀的時候會有一個模具 我們只要把這個模具 放到我們在開刀的骨頭上 我們順著這個去做 這個節骨手術 開完刀的角度就會非常準確 更加地精準 對 所以現在我們大家都在走 所謂的 就是說即使我們現在的手術 都要做到非常精準 譬如說我手術前跟你講 我要給你矯正5度 你開完刀 我就讓你有5度的結果 現在因為透過這個3D列印的進行 我們實際上更有自信 更能夠提供病人更好的 術後的恢復 好厲害 聽完吳醫師的解說 就感覺 做這個關節矯正的治療 好像車子在做 因為你定位如果跑掉了 你就會有很多地方開不順 然後就會 輪胎就會有不正常的磨損 所以可以用對方法 就可以讓關節維持正常的機能 真的是很棒的分享 謝謝吳醫師 大家也要恭喜你們答對了 得分 下一題 請搶答 這一題 是蒼蘭花 蒼蘭花 你的專業 是 一定是的 剛剛如 吳醫師剛剛說的 其實基本上手術的矯正是必然的 為什麼會把 延緩換關節的時間拉長呢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訓練你的股勢頭肌 增加你的腿部肌耐力 因為你的腿部肌耐力有了 它就會幫你的膝關節做一個分擔 然後讓你的身體對個支撐 產生一個效果 所以答案當然是 YES 勢頭肌 對 勢頭肌是這個頭 不是 對 對 怎麼啦 他鼻頭 我這樣 怎麼不是 你 喂 好 我待會兒教你 好 好不好 短精聽你講 完全在放空這樣 來教給他就好了 我在聽老師講解 零跟解答 所以你這麼年輕的話 通通交給你 先練好 不用強迫置入 沒有 沒有 你先訓練好 因為年輕的時候 你先保養 鍛鍊股市頭肌就是一種保養的 然後年長的時候 真的沒辦法了 醫生講了說 我真的去換關節 都是最後一步了 好 看完 看來短精已經完全被你說服了 對 你說他們答案是YES 先幫您 再來 我要答案給你老婆 美玲 YES 他們答案是YES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恭喜答對 張醫師 磨損其實就是 任何的關節炎的前奏曲 你一個關節要怎麼樣 才可以減低它互相的磨 那個磨損一定要穩定 穩定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的膝蓋要怎麼樣 是最穩定的呢 是在它打直的時候 大家想像一下 你把你的腳整個打直的時候 那個時候膝蓋其實是鎖住的 對 接著 你的腳在打直的時候 哪一條肌肉在用力 什麼地方在用力 就像Terry剛剛解釋的 骨四頭肌是我們下半身 最大的一塊肌肉這樣子 在我們大腿前面 剛剛吳醫師有講過一個骨頭 叫做冰骨 對 俗稱膝蓋骨 就是我們膝蓋前面的一小塊骨頭 這條骨四頭肌往下 會變成一條肌腱 連著這塊冰骨 冰骨接著再往下 又有另外一個肌腱往下去 連到我們的小腿的骨頭 這整條線可以穩定我們的膝蓋 所以說你如果 骨四頭肌用力 把這條肌肉緊繃的話 你的膝蓋是最穩定的 所以說你的骨四頭肌 如果說夠力 可以隨時穩定我們的膝蓋的話 它的確可以幫膝蓋 分散掉不少的壓力這樣子 所以鍛鍊骨四頭肌 確實是非常重要的 既然剛剛Terry 這麼想要幫短筋上課 好不好 我們就給他一個機會 也不用加賴了 好不好 來 大家一起來 好 我們就要開一場課 我們就要開一場課 Terry老師 請就位 Terry老師 現在歡迎來到醫學大聯盟 Terry老師小教室 教育過鍛鍊出下肢的精力 保護你的膝關節 讓你下得去 上課 我聽到他課 真的 老師 我們要再咖咖聲音 有 很明顯吧 有一點 這咖咖聲 其實就是在Cue大家 當你發現了這個警訊的時候 你要鍛鍊你的下肢 我們剛剛一直講的 下肢的古四頭肌 志豪剛剛有問到 對 四頭肌 大腿堪稱是人類的第二顆心臟 它的肌肉群是最長 面積最廣 而且它涵蓋了 人體最長的一條肌肉 叫做 紅潤的紅 臭皮醬的醬 縫醬肌 古四頭肌在哪裡 老師 又是要看他看聲音了 是不是 四頭肌 這個是 鼓外側 這個叫鼓外側 然後在你的鼓鼓中間 有一個叫 主持人需要摸一下 然後還有內側 內側叫做大腿內側肌 那時候都汗超了 是 這四條把它構成是 你的大腿前側的 古四頭肌 在你的後側 有所謂的半腱肌 跟半膜肌 跟鼓二頭肌 好不好 下肢的這個地方叫做 比目魚肌 老師 你知道這裡是什麼肌嗎 股巨肌 好 所以如果你把你的 股四頭肌鍛煉好 基本上它可以幫你分擔 你的膝關節的承受 各位觀眾朋友 不是只有深蹲而已 如果說你的教練告訴你說 只有深蹲能夠練股四頭肌的話 拜託你不要再跟它報名 所以請手 小哥你又進入了 找Terry老師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鍛煉股四頭肌 來保護我們的膝蓋頭 對 腳頭膚 用四個頭 卡達夫 腳頭膚 為什麼要用椅子呢 好 各位我們請坐 好 來 我們剛剛節目一直聊到 家裡邊有年長者 或樂靈 銀髮族的朋友 在面臨膝關節退化的時候 反而更要去鍛煉 因為肌肉是這樣子的 它是用盡廢退 如果你不鍛煉它 這就會持續地萎縮 好 所以我們先從第一個 簡單的動作叫做 然後我們做前後 如果說你的肌耐力 比較不夠的朋友 沒關係 把你的腳踝踮起來 可以做踮腳的動作 然後把我們左右腳往前伸 然後再收回來 往前伸 如果你肌力比較OK的 不要靠著椅背 如果你肌力比較不足的 年長者 阿嬤們 你可以這樣子 坐著靠我們醫學大聯盟 把腳抬起來 有沒有 你看我剛剛 我用力的時候 我的外收肌 有沒有 手勢 就做一個鍛煉了 對 你收回來的時候 換你的另外一隻腳 鍛煉出去 沒錯 如果說你可以做 連續動作的話 我們做時效 我們把難度往上提升 因為在座都是年輕人 老師 我已經快要抽筋了 你已經快要抽筋嗎 我們通常會在運動之後 幫學員做舒緩 老師 剛剛沒有這一段 這會讓我們錄完你再來說 沒關係 我們先坐一半 椅子先坐一半 我電話已經準備好 坐一半 然後 我們可以跑 我們不出走 不在我們的椅子外側 好 試看看 把你的右腳往前伸 然後兩隻腳這樣子 兩隻腳這樣往前伸 短筋的腿好長 再來 你都快出勁了 你的腿 然後盡量伸直 5 再來 4 3 2 1 最後兩隻腳做一個停留 可以的話 我們再給它往上抬一下 但不可以 好像不行了 反進不開 往上不去了 是的 這是第一招 如果說阿嬤 還有媽媽 還有阿伯 還有阿公 如果說你沒有辦法這樣 連續動作的話 很簡單 你靠著儀佩把腳先離地 來個20秒到30秒 讓你的肌肉呈現伸直的狀態 剛剛張醫師有提到 不是只有站著會伸直 坐著也會伸直 對 對 這是第一個 來到了第二個進階的動作 大腿內側除了股心 等一下 我覺得有點太激烈了 如果家裡老人家在做的話 旁邊的洗洗幫忙照顧一下 對 自己的話就不要勉強 我們有分層次的 如果說剛剛是難度比較高一點 如果是要比較簡單的話 雙腳可以不用離地 再來第二個是我們在健身房 有看到一個器材 叫做大腿內收器跟外收器 對 外展 外展跟內收 也就是大腿內收器 內收器練得好 還有機會可以減少漏尿的機會 真的 我是說真的 等一下 我要提醒你一下 我們兩位女來賓 今天穿得都短裙 這樣 就是因為女來賓 穿短裙 她加這一項 不是 那我是 我們觀眾要從一個健康的角度 來認識那個肌肉 對 你要看得分清楚 這麼健康嗎 這為什麼我今天 健康的心態 這為什麼我今天要穿短褲 因為我是用解剖學的概念 對不對 好 這個可以把妳的腳尖 亮麗 腳跟離地 我們先做單腳的外展 記得身體骨盆是朝前的 我們往外90度 真的假的 真的 打開 老師 我還要去那邊做嗎 再點回來 還好 還好是寬裙 女生 我們做什麼的右腳 妳要幹嘛 那次 女生的右腳 小吵 對 然後再進來 對 然後左腳 右腳可以打開 連續動作左右吃 但是如果 很好 你的肌耐力比較OK的話 你稍微可以扶住 你的椅子的外側 然後做兩隻腳 往內夾 懸空 沒關係 女生不用勉強 女生可以做單腳的 單腳的內側 老師 那在開的時候 表情需要注意些什麼 沒有 我們稍微要注意 你到底在幹嘛 不是要 我們稍微要集中注意力 在你大腿的內收肌肉 內收 我剛剛講的 逢降肌 最長的一條肌肉 對 這是一個方式 我覺得我們前面要準備愛的小手 對 各位觀眾朋友 透過這一集 我們很欠抽 很清楚地了解到 男生跟女生的肌肉結構 會稍微不太一樣 對 女生會比較 所謂比較纖細一點 男生會比較粗一點 是 OK 第三個動作 難度最高的 來 我們把腳跟著地 阿公 阿嬤 爸爸 媽媽 可以跟他一起做 接下來就是要坐姿的蛙蛹 坐姿的蛙腿 蛙腿 什麼叫蛙腿 蛙蛹蛹 蛙式大概有勝負 有蛙式 我們先做蛋腳 我們的左腳 觀眾的外側腳 蛋腳是什麼 滑魚腳 對 太誇張了 對 因為我們這個動作 骨魚腳 做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吃火鍋了 尤其是天人吃鍋的時候 觀眾朋友 老師很會轉 右腳 腳跟收進來 沿著你的筋骨內側 到你的膝蓋 老師這是左腳 對 好 觀眾的右腳 我在教學的時候 我都會講觀眾的腳 是 往外 踢開 專業 45度 然後再收進來 等一下 那個 你小心 Peggy 有 我有保護好 你看我內收完之後 外展 然後大腿內收機 跟逢降機收進來 臭視率可能會有一點更高 兩隻腳都可以 右腳 左腳 單腳都可以 如果 爸爸媽媽 這個東西對你的髖關節 也是有幫助的 你在做的過程中 你可能會聽到 代表了你還存在 如果你沒有聽到聲音的時候 你也找吳醫師 吳醫師 真的太誇張了 不是 如果你把這個動作做連續的話 兩隻腳 Terry老師先示範一下 往內收 往外踹開進來 往內收 往外踹開進來 對 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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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我稍微要顧 沈蜜水 顧慮一下美感的部分 可是我有感 有感 好 這個動作 你有用到你的下腹 就是女生最在乎的小婦婆 小婦的力量 然後膝蓋 股視頭肌前側 往胸口靠近的時候 往外45度落地 然後夾進來 如果你的盡量力比較不足的 你可以簡單做這樣子 有沒有 腳跟著地 3.4 3.4 準備了來 可以 三個點這樣 1 1 2 3 如果可以的話 好標準 我們會做到10 2 3 一個動作 我們10下叫做 一組叫做一個循環 如果每天 每個動作能夠做到一個循環 90下包整 你的下半輩子 我沒辦法參與 但是有下半身 我可以甘育 好 好 謝謝 謝謝 有 夠 謝謝 好棒 很快樂 你的股視頭肌又變得更強壯了 好不好 謝謝 來 我們繼續來搶分 請問 高濃度的血小板 可以治療退化性關節炎 Yes or No 請搶答 有 股視頭肌變得起來不一樣了 果然 可以再一次嗎 這個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妳講完不知道答案 那個 你覺得是什麼 我覺得是對 這個就是以前 有一種治療法 就 你抽自己的血液 然後做分析 你懂我 真的 老師好專業 開玩笑好不好 醫學大聯盟 Terry小教室 送我回答問題 我們將會有金美禮品送給你 沒有 金美的人工分解 謝謝 你們也要努力地達分 今天才能夠帶回 對 應該是對的 就是所謂的PRP治療 好的 Yes 非常肯定 有一個神隊友 端金 真的 他們的答案是Yes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恭喜答對 吳醫師 關節炎的治療 不外乎就是藥物治療 當你關節 有關節炎的時候 有腫脹積水的時候 當你這些 因為藥物治療而消退之後 常常病人就會問你 那我要如何來保養 當然保養不外乎幾種的注射治療 第一個當然是 常常阿嬤問我說 做這個要做什麼 玻尿酸其實我常跟他們 患者講說 這其實就像是你車子老了一點 你就必須給它积油 打了它就會潤滑 就會比較好跑 病人就說懂了 所以他們就會定期來打 打完了效果通常會覺得 膝關節感覺比較舒服 當然現在越來很流行 所謂的PRP 就剛剛講的雪小板的注射 雪小板的注射 當然它裡面還有 很高濃度的生長因子 可以來減緩關節炎的進程 早期我們在打雪小板的時候 我們自己都會去添加 所謂的玻尿酸 因為我們的心理想法 第一個是潤滑 第二個是刺激生長 這樣子可以來延緩關節炎的退化 應該效果會更好 但是因為這個沒有科學的根據 拜科學之賜 現在透過科技的發展 把兩個以黃金比例來做混合 這個黃金比例 不是說我們隨便混 而是它經過科學的驗證 多少比例的玻尿酸 加在這個PRP裡面 可以來增加生長因子的療效 所以說我們現在在打 常常就會來進行所謂的 玻尿酸加雪小板的注射 可以來延緩關節炎的進程 來緩解很多關節炎 造成了不適的一個症狀 太棒了 恭喜答對 最後一個搶分機會 來好了 把握 多補充乳製品 可以緩解關節炎疼痛 Yes or no 請強大 見到了 絕的 對 我覺得乳製品 可不可以緩解關節炎疼痛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的 你們要考慮清楚 如果你們答錯 分數是我們的 Peggy 完全沒想法 尊重它 尊重它 我覺得可以 好 他們答案是Yes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是不是 真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慢慢營養師 牛奶是要喝 可是一天的量不用多 因為我們都會建議 每天早晚一杯奶 一杯的量是240毫升 但是喝牛奶的目的 其實最主要應該是針對 像骨子疏鬆比較有幫助 因為是補鈣質 如果是以關節炎來說的話 我們會建議牛奶是不能喝太多 尤其是全脂牛奶 因為全脂牛奶當中 會有飽和脂肪 飽和脂肪目前是發現 它有可能會跟發炎的狀況 是會有相關性的 像很多紅肉類 或者是比如說像雞皮 奶油當中 都是飽和脂肪含量比較高的 這些食物也會建議要避免 在關節的保養來說的話 會建議大家可以一週吃兩次的魚 因為魚油當中 就是會有 會有Omega 3脂肪酸 可以降低發炎反應 而且就是剛剛我們有提到 一個非常重要 退化性關節炎 我們要預防的話 還有控制的話 其實運動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以我媽媽的狀況來說 她在退化性關節炎 剛發生那時候 我帶她出國 她要煮拐杖 可是她後來就去上健身法 一週去三次 後來她現在出國是不用用拐杖 對 之前出國就不用拐杖 那如果老人家來說的話 吃魚她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它要補充足夠蛋白質 因為你長雞肉 你一定要吃足夠 因為很多老年人 他其實他會越吃越少 尤其是蛋白質 他經常會吃不夠 這需要我們洗洗幫忙注意一下 好的 這個階段要恭喜 你們得分 謝謝 要贏你就對答對一題 我永遠都對答對兩題 再加一題 上翻三題 今天球數差有點大 如果衝到紅球 又是三顆 如果衝到紅球就是幽默 對 稍微幽默了 現在是六顆 來 立刻 來 我們請到威師 我們衝出第一次 威師 威師 紅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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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師 我把我膝蓋打在那裡找你 紅球 威師 好幽默 對 太好笑了 好的 這就是沒關係 這就是命 擠家蟲對不對 但是我們今天有很多的學習 是 看完今天的節目 無論是我們關節好好的人 或是關節卡卡的人 只要我們掌握正確的 關節保健知識 養成本好的保護關節概念 就可以揮別卡關人生 不管到幾歲活到老 都可以開開心心跑跑跳跳 當然還有更多的健康知識 要跟大家分享 請大家一定要持續鎖定 我們醫學大聯盟 我們下次見 紅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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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癢測 紅球 紅球